巴黎奥运会已经结束了 大家觉得这届奥运会 中国队的哪一枚金牌最有含金量 我认为最有含金量的一定是网球女单比赛当中 郑清文获得的这枚金牌 第一是中国队的一个突破 第二是因为郑清文他不是举国体制拿钱去砸出来的金牌 而是完全市场化 然后职业网球选手去参加奥运会的 这样一个典型的金牌 所以我认为它的含金量是极高的 当然在这个事件背后呢 最终银麻或者说是最大收益的肯定是那些商业投放公司 那首先有一个企业叫做霸王茶几 这个很多人都喝过 并且我在前几个月写我的新书的时候 也提到了今年三月份霸王茶几跟郑清文合作的案例 因为一个奶茶行业竟然去请一个体育明星来做代言 这个在以往绝对不可能 因为奶茶怎么可能跟健康挂钩吗 但是我们也讲了霸王茶几是整个奶茶行业的一股清流 因为它在整个奶茶里面呢 首先提出了要明确的标注热量 甚至标注糖等等 以及呢有这个奶茶的营养标签这些成分 这都是他跟健康去靠拢的一个关键性的策略 那这个视频我们聊什么啊 我们就聊郑清文呢 他在获得金牌之后接受外部的采访的时候 讲了一句话 他说呢 就是他在12岁之前是没有喝过可乐的 并不知道可乐的味道 那这个过程呢 他就讲说是12岁之前从来没有喝过 小的时候呢有教练要给他一瓶可乐 结果呢被他爸爸看到了 这个教练还是老外啊 结果他爸爸生气的不情 直接用中文开始怒骂那个老外的教练 然后把那个老外教练还给吓到了 就讲这个故事 但是我对于郑清文整个的成长经历还不太了解 他小时候如果都已经有老外教练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也是跟谷爱琳比较类似的一个职业化的道路 当然呢他不喝可乐这个事情啊 在很多的体育明星当中呢都存在 你比如说之前的C罗不是公开场合都去坦言自己 不会去喝含糖类的饮料 当然我们从健康的角度就要讲一下 为什么含糖饮料它的危害那么大 我们只讲两个重点 第一呢就是 含糖饮料跟添加糖呢 它会增加我们脂肪肝的风险 增加我们肝脏疾病的风险 最重要的非酒精性脂肪肝的来源就是糖跟碳水化合物 那这个糖呢就是在奶茶甜品当中这种添加糖和油力糖 而且呢如果形成了脂肪肝的话 也是导致肝硬化跟肝癌发生的一个前置的危险因素 第一呢就是它是高糖饮料 含糖饮料是直接伤害肝脏的 第二呢就最近呢 最新啊有一个研究呢就发现含糖饮料的过量事物呢 会导致慢阻肺 慢性阻塞性肺病 以及哮痪的发生的风险 当然呢除了添加糖油力糖之外呢 在这个研究报告里面呢 也提到了所有那些人工的甜味剂 比如说阿斯巴甜 比如说是安塞蜜等等三绿蔗糖 都是属于人工甜味剂 所以除了含糖饮料伤肝之外呢 又会伤害我们的肺 所以全世界呢对于含糖饮料或者添加糖 都有一些相对的管制 你比如说在2020年呢 新加坡已经实施了饮料销售的营养等级制度 就是在营养上必须要标注出来 哪些饮料含糖量比较高 然后用ABCD来形成一个警示帮助消费者去做选择 视频到最后呢 我们也用新加坡的这一套饮料营养等级的方式 去把我们的超市商场里面 以及那些商店里面最常见的那些饮料呢 给大家做一个汇总 然后分成ABCD四类 AB类就是相对安全点 CDP就完全的不建议去喝 因为含糖量实在是太高了